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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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中设置了六个动画场景 让公众透过互动游戏 从中认识领养动物前后的家居环境注意的事項 以及推广做个进责宠物主人和支持领养动物的理念 参加者有机会获得丰富的奖品 我知道了 五市省处一直都有开展社区的流动宣传工作 扩大宣度动物保护的资讯 今年的安排是怎样的 本署计划在5月至12月期间 在全澳各区举办宣传推广流动站 设置多元化的摊位游戏和展览 由本署和动保团体人员进行解说 借以普及动物保护法、动物防疫法和法定的自主义母 将做过进责的宠物主人的意识 根植在市民心中 除了社区活动 我们亦会走向校园、教育不同年级的学生 尊重生命、爱护动物 与社会各界攜手共建、人宠共庸的和谐社会 市民如果想了解活动的详情或动保资讯 可以浏览市政署澳门动物卫生监督网 或致电市民服务议室 2833-766-76查询 好,今天谢谢杨小姐介绍 不用客气 节目时间到,继续